由旧正兵派出所全新打造而成的正兵咖啡店 成为正兵渔港新的打卡景点 五层楼的空间加上顶楼的无敌海景 开幕现场吸引许多府会贵宾和咖啡同好齐聚祝贺 进驻经营团队是基隆在地知名的阿信咖啡 全新的经营模式结合咖啡、艺文和手作体验 打造深度的文化观光体验 因为我经常在产地、在社团有经营很多咖啡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借这个产域就是我们一楼做一个烘豆的工作坊 然后让民众可以来体验烘豆 我们这边也办了很多的教学活动 包括插花、亲子、比如说和谐粉彩 然后很多创业的课程 然后咖啡里面有拉花、有手冲、然后有烘焙等等 那希望借由这些课程 然后跟外线市的一些好朋友来一些共襄盛举 来交流这样子 然后我们二楼的部分就是 我们也有阿坤斯的画作 然后我们的咖啡吧台 那我们都是使用开放式的吧台 有机会我们也会让民众来使用这样子 好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个天空非常蓝 然后看到我们的整个和平岛的港边 真的非常的浪漫 所以因为正兵咖啡跟Demo2这个展 它其实结合了艺术、人文、还有咖啡的专业 还有一些课程的一些办理 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元性的一间店 所以一方在这边也邀请各位视频朋友 还有那个外线市的好朋友 有空可以再多来正兵渔岗走一走 一定要也要拜访我们正兵咖啡店 那三楼的部分 我们除了图书之外 我们有跟游戏公司Demo2的连结 对有灯箱 然后有他们的五框画作 那四楼的部分我们就是我们的教学空间 那五楼的部分我们跟在地艺术家 或是我们大学或是高中的美术班合作 让他们的画作可以曝光 可以交流这样子 五楼的艺文展览空间 目前特别邀请在地艺术家刘富宏老师 展出系列的海洋人文油画创作 开幕现场文化局长江廷梅 也邀请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一同欣赏 成功这次有机会来这边展览 这一棵中原季 中原季我把基隆所有的元素都把它吊进来 从中原季的欢音 一直到中原季的山上的 这一棵中原季的太阳下山月亮刚出来 一个人还在钓鱼 那么所谓的钓鱼的岸边或者其他的场景 那变成很现代的手法去另外的改造 那最主要是我们后面有一大块的广场 这一块我们将来也会办市集 那我们目前规划10月份也有一场基隆在地的咖啡市集 那我们会办一个烘豆赛 办一个手冲赛 那中间我们也会办一个假日市集 希望可以活落这个场域 然后我们附近的店家咖啡店 美丽的景色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欣赏这样子 咖啡店导入新的复合经营模式 也将串联在地丰富的观光资源 和平岛公园 正兵渔港彩色屋 全台最美的热狗堡后车亭等景点 共同来活落正兵狼带的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